快打部队赶底北市大安知名酒店门口 只见酒客喝得一声泥醉 站在路旁不断叫嚣 原来几分钟前两派人马散场时 因为互看不顺眼抱口角 没想到一言不合竟然当街上演全武行 下去警方赶底现场后发现 其中四名涉嫌人早已溜之大吉 现场留下两人蹲在路边 不过一查身份 眼前的男子居然还是迷通缉犯 整起斗殴事件就发生在27号清晨5点多 警方调阅监视器已经查记动手的三人盗案 依伤害罪送办外 被打的理性男子通缉身份也意外露线 不过这间酒店日前才爆出 20多名黑衣人登门砸电事件 警方查出是竹联邦靖安慧和四海邦海月堂之间的恩怨 这回再传纠纷也让辖区警方严正以待